又來到一星期一集的攝影節目,學人攝影 這次請到上集的兩位嘉賓,黎子和Gino 還有失蹤了一個星期的Joe Joe上星期去了哪裡? 吃東西 吃什麼? 吃好東西 那有沒有什麼得著呢? 有什麼得著呢?就是去拍食物相 食物相 你看到雜誌拍到那些,例如點心、雲吞麵 從中去研究它 好,那這次帶了什麼跟我們分享? 這次分享的就是,怎樣能夠把那樣東西拍得更加漂亮 拍得更加漂亮 例如你一碗雲吞麵,上到桌子 已經很漂亮了 已經很漂亮了 但是呢,它會有煙出的 如果你拍攝的時候,如果你捕捉太慢的話 它有些煙噴上來,拍得更加漂亮 但是那些煙不是不斷地上升上來的 所以就要在那個瞬間那裡拍攝 是,是怎樣呢?教一下我也好 首先呢,大家都吃過一些比較熱的東西 一定吃過 有些東西噴上來的 是啊 你要捕捉到它的煙,就不要那麼多那些東西 是 咦?那什麼時候才不要那麼多? 要等,還是有些東西主動去做? 慢慢等 其實你吹走那些煙有沒有用呢? 吹走那些煙,它一直都有煙 但是它慢慢減少的時候拍攝 嘩,那其實很難等運到而已 要不要放冷它 放冷它也不能放冷,沒有煙 你放冷它就不要吃了 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等它減少呢? 因為慢慢等它減少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一上桌去拍攝 你才更加突顯到那張照片 那盆東西是熱的 有一個火嗎? 火燭的龍煙嗎? 在拍攝 是不是? 不是的 你不是遮光整張照片 即是你控制到 被人看到有少少煙 你控制到煙嗎? 我控制不到嘛 慢慢減少的時候拍攝就最好了 不過呢,我自己拍攝過 加上我有些老師教過 例如要拍真正的廣告 你食物要有煙,其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為什麼呢? 那你拍了很長時間 甚麼都冷了,冷的東西都熱了 所以通常食物就不會用真東西去拍攝 那如果煙要怎樣拍攝呢? 例如我的意粉 我拍下來都會冷了 那我的老師就教過我呢 就說要找些人吸煙的 吸一口煙 然後用一瓶飲管吹入意粉裡面 然後等它散了頭一層之後呢 它就會出來很溫暈 而且因為它那些 就是你香煙的煙呢 會比你那些蒸氣煙更加實在 那拍出來就會更加有質感和漂亮很多 嗯,很好很好,學到東西 但是呢,我的問題就是 你這樣拍呢 其實我覺得是一些廣告照片 才是這樣拍的 平時出街吃呢 你實用性呢 就真的不大 室內禁煙的人被你停煙 你都沒有人在裡面吃的 室內禁煙來的 還有呢 現在呢 很多女生都很喜歡拿一部相機出來拍 就是一上菜就拍,一上菜就拍 上集已經說過了這些 是啊 那麼呢 如果這些都是我們平時吃飯的情況呢 又沒有一些比較實際的例子 可以幫助我們拍攝食物相呢 嗯,如果你要拍煙 第一,我覺得你的桌子夠深色 嗯 是的 明白 還有呢 你要選一個光源 嗯 通常 其實因為它 你不能動的 你只會動一隻碟 看看,如果頂光打下去 或者有一點點打中它後面的話 就會比較好一點 就會有些質感 嗯,明白 來自你這個攝影法應該是專業一點的攝影 嗯 其實頂光就不是的 如果專業來說呢 通常會打一支背光 應該打多過一支燈的嘛 是啊,通常會打一支背光的 嗯 然後呢,兩邊會有反光板 嗯 前面再補多一點點光呢 那你就會看到前面有些什麼 嗯 加上後面的光強一點的時候呢 那整件食物的立體感會強很多 嗯,明白 但是呢,平時我們出去吃東西呢 沒有人帶那麼多支工具 就是為了拍攝食物 帶那麼多支工具出去嘛 譬如像阿周那樣 我知道你呢 吃東西呢 就一定不會帶太多工具 可能一部相機那樣 是 那如果真的用一部相機去拍攝的 又沒有什麼是要特別注意的呢 最重要是你拍攝的時候呢 它有玻璃面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反光的 就是你呢 你吃飯那些 是 那你就要盡量去避免出去 嗯 另外坐那個位置呢 如果你去近冷氣的位置的話呢 那些煙會吹到旁邊也一樣 你就拍不到的 是 還有那個光線那裡呢 是 是 Gino呢 Gino呢 我反而會覺得 有一點點動作上的事情要留意 是 就是很多時候見到有些人拍照呢 就是身邊的朋友呢 可能就這樣拿起一部相機 就這樣 就這樣 對下去這樣 就是很多時候就會拍到手震 但是有時候你沒有理由開閃光燈 因為閃光燈其實你 打出來 是會很容易爆光的 特別是你拍食物很多時候都是微距的 那你的光就更加爆了 應該這樣說吧 其實很多時候相機它內閃呢 你閃光燈真的做出來的效果呢 比較生硬 你直打呢 是 是 是 不漂亮的 特別你吃東西你通常都是帶DC仔而已 你不 很少機會 就是很少會拿著大機出去拍 那還有就是 也會的 但是少一點 少一點 那就是 現在說回Snapsoft這樣去拍 就是有時候可能 如果有腳架當然最好 那可能放在座桌 那如果不是 可能可以說手坐在座桌上拍 那就是 如果就這樣拿機仔Snap Shot的話 這樣會 沒那麼容易手震 那反而就要靠 可能構圖可能要靠動一隻碟 嗯 其實呢 講開構圖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譬如 剛才阿Joe講雲吞麵 我覺得其實拍雲吞麵 都可以有很多種方法 其實不一定要只是拍碗麵 我覺得其實你旁邊 如果有些東西點綴一下 其實我覺得都非常之重要 阿Joe你怎麼看 很認同你的說法 因為呢 你雲吞麵有什麼 雲吞麵有雲吞 有麵 做個碗 那你可以呢 你那個碗是怎麼裝的 明相 哈哈 先看看 是 雲吞麵裡面 你可以拍那個雲吞 是 近距離拍 可能它上面有少少狗黃 嗯 那些位置 另外就是那些湯 上面又可能有少少油面 那些也可以近距離拍 嗯 或者可以拍它的碗也可以 嗯 嗯 我覺得其實有一件事 尤其是雜誌會經常都會見到 就是 你拍攝食物呢 有兩樣東西呢 我覺得是一定要有 是什麼呢 人 食物和碗 不是 食物當然一定要有 其實 你拍照呢 除了拍食物呢 我覺得一定要有些人在 是啊 尤其是那些靚仔靚女 是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你只是拍攝食物呢 我覺得很dry 所以如果有阿Joe呢 在照片裡面出現呢 我覺得一定會引起大家的注意 食慾大增 Yeah 哈哈 是啊 喂 黎子 繼續說回你那個 如果我們可能比較專業一點 那還有沒有什麼要注意一下 嗯 如果你是廣告啊 如果是 即是不一定是去到廣告的級數的 即是如果我 我純粹 很漂亮的 是啊很漂亮 我不介意帶多些器材出去的 嗯 那我 即是你其實也不能夠帶太多 嗯 那我有一點點建議就是 一來就是用大光圈鏡 嗯 那大光圈鏡其實你後面所有東西蒙了的時候呢 你的東西是比較好吃的 是 哈哈 還有把焦點放在一些 例如雲吞麵那顆雲吞 是 即是曝光也遷就了那顆雲吞 那大家可以找到焦點就在那裡 是 還有另一個重點就是 如果你拍 看你拍什麼食物 你拍攝當雲吞麵呢 最好你的色溫是調暖一點點 嗯 那整張照片看起來就 嘩 真的好像肚子暖了一下 嗯 那你拍雪糕反過來 那當然要偏藍一點點 令你覺得一看起來 嘩很冰凍 嗯 就是看回食物的溫度 還有有一點也很重要 就是 器材方面呢 最好那支鏡呢 都用回有微距的鏡 是的 還有 不一定的 這個呢 如果有1比1的放大倍率 那就正了 嗯 你有沒有什麼推薦的微距鏡呢 嗯 看你用什麼牌子的 是的 那其實呢 我推薦呢 就沒用的 也要看回你的銀包 有多少錢 是的 但是如果說底的話呢 我就推薦騰龍的微距鏡 100那支 90 90 90那支是 我記得佳價是2000多元 但是效果是非常之好 咦那支放大率是多少 1比1 咦好像不錯 是的 但是它那個是有什麼盤的 它有Canon Nikon Alpha Pentax 也有 這個 可以的 所以如果想便宜地試一下 可以考慮這支 嗯 那支光圈是有 我記得就是2.8左右 好像 很久沒有用 OK Gino呢 Gino怎麼看影食物 這件事 其實我自己就比較少拍攝食物 都是身邊朋友多 但是身邊朋友多數都是用dc仔 或者用手提電話 是的 不過現在的dc仔其實拍攝食物都很好 甚至有一些模式會出到專拍攝食物 沒錯 就會特別大光圈 就是景深會特別有效果 或者顏色會做得鮮艷一些 其實現在坊間的dc仔已經拍到很漂亮 基本上 如果你買一部二三千元 譬如S95 它已經拍出來的效果是很好 甚至拍得住單反 嗯 是 那時間呢 到這裏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繼續再說